马克丽团队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要在2026年上市 为了加快2026年上市过程 他们决定开启第二轮融资 这次马克丽团队成功站在母婴市场的风口 主打时尚育儿 卫生惊养 有了2021年秒头的经验 那这一盘让人忽视眈眈的悬崩 会再次出现有人挤不定投资场的情况吗 好的 谢谢棚内主播 今天上线了我们move on的新级产品 当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行李箱的时候打开它 妈妈就能解开双手去逛街了 用完了要收起来这家伙竟然能那么完美的闭合啊 关上它从此以后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都不关你事了 果然干净又卫生良心狠话 这绝对是马来西亚的市场首创 再来看称宝宝推世界里面的Rose Rice 完美的避震系统让业界无法超越 就算妈妈背狗卷跑完全马来西亚的盾 都能完美的保住宝宝 另外这两张认证你要认证哦 EN E888 ECR 129 你们随便看我也不方便show off太多 因为我担心我认真讲可能会吓到你 推着那么时尚的宝宝推车 不用开口啊连路人都知道你的品味 胜过你背个LV bag 这绝对是高大上的明星产品哦 我们让大众以租赁的方式来拥有它 除了让大家更容易负担 我们还能让你想有专业的清洗服务 在想要干净和宝宝卫生之间选择 交给别人做 我跟你讲 而且最夸张的是你不要小看这个清洗服务哦 我们一推出的时候短短的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们就卖出了一千份的清洗配套 首先呢我先恭喜这一千份的购买者 因为你们从此拥有了干净的人生 你以为就这样而已吗 大错特错 我们今年11月要进军FMCG市场 用快销品抢占更多的生意回来 一系列的清洁卫生用品 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哪里的便利店 都能看到我们 Move On 让你在时尚育儿路上 Move的干净又安心 今天你只需要最低两千五百零几起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这一次我们总共开出八种投资费道 那么当然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现有的投资者 你可以在这一轮的众筹里 享用更高的回报 赶快拿起你们的手机 扫一扫荧幕上的QR Code 你需要的详细资讯 都会在里面找得到 Move On